变牙把身体想象成水 随后他挥动手臂 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勇次郎的身上 可令任牙没想到的是 犯马勇次郎竟然把全身的肌肉绷紧 此刻的勇次郎就像是被包去了皮肤一样 身上的肌肉和血管清晰可见 而这种原理就像是右手被伤了 再立即扇一下左手就能减轻痛苦 这样做就可以把鞭打所带来的痛苦 全部分散出去 见此任牙震惊不如 勇次郎则嘲讽他 没有瞄准要害真是愚准致敬 任牙摆出了今晚第一个战斗姿态 而勇次郎也张开手掌 摆出了标准的棋手势 此刻两人的战斗才算真正一开始 就在这时 德川老爷子突然赶来 他让任牙放心周围的群众 已经全都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此刻任牙已经没有任何步骤 他快速地冲向任次郎 可结果却被一拳打飞了出去 勇次郎难脸的不心 任牙的一切招式 都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任牙重新站起 然而勇次郎的耐心是有限的 他知道任牙刚刚那一拳 又没有使出权力 可面对这样的侮辱 勇次郎还是手下留情 所以他希望任牙拿出权力 任牙也不再客气 毕竟站在他面前了 是打倒数以万计武术家的诗人 可就在这时 勇次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任牙的真本事了 见此任牙也决定不再保留 任牙开始放松身体的每一个关节 每一块肌肉 甚至是内脏细胞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 随后任牙的手臂开始融化 接着是整个身体 此刻任牙仿佛像水一样完全融化 而这就是超乎一切的脱离 下一秒 任牙就像一只蟑螂一样 快速地向勇次郎重去 如此强大的冲击 即便是地表最强生物也难以招架